今天三月十四 白色情人節 各位男孩你告白了沒 如果現在都還沒想好如何出擊 不如先來看看 幾位男明星怎麼處理 其實我覺得不管是哪一個情人節 我覺得其實多關心另一半 我覺得是最重要的 還以為情歌王子Yoga會很浪漫呢 但沒想到除了他 還有更不解人情的人啊 情人節喔 你多久沒過啦 很久了耶 而且其實我個人不太重視 情人節送禮物這件事情 如果我有女朋友 在平常就讓她很驚喜 情人節她就已經在等待我 送她禮物嘛 我就不送 她就有驚喜 是女生誰要這種驚喜啦 這兩位真的不太OK 還是來看看其他人 會不會比較懂女生一點 你是不是有穿過護售雙巡的蜘蛛蜘 痴蜘玫瑰花 沒有啦 我不會在特別情人節的時候送 我會在平常的時候送 護唇膏吧 我覺得護唇膏其實是一個蠻 其實蠻貼心的一個小物 避重的 避重 就是 是體貼啊 體貼就避重 體貼避重 真的 設身處理 累的時候 然後或有情趣的時候 你可能比較跟她吵架 那她為什麼有這樣的情趣 她才會覺得你是贊贊她這邊 JR哥哥果然很瞭解女生 旁邊的寶弟也快點跟前輩學學啦 這方面我比較還不太熟悉 哈哈哈哈哈哈 欸 這邊很熟悉啊 那你太客氣了 我剛剛知道你是講回答 對 我的話 我喜歡彈吉他給他們這個 寶弟超有才華 他又會跳又會唱 又會彈吉他又會彈鋼琴 他直接招就夠 連曾知喬都讚嘆到不行 多才多餘的男生在女孩心裡 果然有異虛之地 但如果你有一張夠帥氣的臉蛋 情人節什麼都不做 妹妹們就會自己貼上來 記得我學生時期的時候 就是情人節就是比較 比較意外就是比如說 我到學校上課的時候 就有花跟巧克力放在我的桌上 然後但我不知道是誰 就一堆巧克力跟花 然後好像因為那時候就是 有點我們是讀日校 有點讓夜校的學生不太開心 就是我被寫紙條訪客說 在日校不要太囂張 哎呦真的是連長的帥 人生贏禮拜 我覺得只要有人肯送我們巧克力 就算他是猴子也沒有關係